周安 你有多久没跟你的孩子玩了 她好像天天都玩 对 我儿子因为跟我的朋友 就基本都能融入 跟我的朋友基本都能融入 你为什么都不介绍她给我认识呢 就还想让她离你远一点 说实话 我儿子对她自己非常负责 去年她已经十岁了 她已经快要跟我一样高了 我跟她爸带她出去跑步 她跑不动 她跑了一公里 她不跑了 她说在那等我 我说让你等我们俩跑一圈 然后我们就绕着那个跑 我跑了一半 她爸电话响了 然后有一个阿姨说 你儿子找我接了一个电话 说自己有可能丢了 所以 然后我跑过去 我说 我说你跟我的差不多高了 你丢哪 她姐姐太好笑了 太可爱了吧 还有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们小时候有被父母摔过 或怎么样过吗 有啊 就是我爸抱着抱着 哎呀 哎呀 没有哎开玩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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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夫人有吗 有 有被我姐姐弄坏过 弄坏过 你刚说 你刚说你记忆力不好 我是有脑子不太好 what 哈 我这边因为我这个地方 一直长不出头发的 有疤痕吗 我缝了十七针 在我十七针 对我四岁的时候 啊 为什么 我姐姐她想要把我抱起来碰天花板 结果她把我掉下去了 她就冲出去叫我妈 然后我妈就过来 把她揍了一顿 然后再带我去医院 所以错过了这个黄金抗救时间 你也太搞笑了吧 我姐小时候很好笑 我们小时候就是互殴长大嘛 就互相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姐她就突然有了一种 就这个世界上只能我打她的那种 保护一下 占有欲 对 就只要我爸打我 她就会哭得特别血 我两天就他换她来打我 莫名其妙 我从小就没理解这件事情 作为姐姐的事件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也会这样 就只能我打我爹 别人绝对不可以欺负我爹 我觉得姐姐是应该要打弟弟的 你啊什么 你还蛮享受被节奏的 因为这就是小时候经历过这样子 长大才会有这样子爱的感恩 爱的感恩 小导 你这个就是真正的摔胎跳 被打 是一种爱的感恩 你这事情真没白风 我跟你说 哈哈哈